来问那个有关,就是那个,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程式码里面,最后那个呼叫call的部分,就是本来筛选业务,另外你可能,那当然一般性就是说你可能要查别的栏位,比如说产业别产品,甚至是客户好了,这些都是文字,其实他们有共通性啦,就那个哪个地方,就是 就是,栏位名称不同的地方,跟第几栏之外其他都一样,那如果像这种状况,以后你们在撰写那个副程式的sub的时候,就不需要分,假设有四个栏位,那你不用分四段程式,那如果你改一个地方,那你不就其他也要再跟你改,那这样好像显然,不太符合程式撰写的那种简洁,恶要的那个特性,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式,就是说,不是想了一个方式,就是用那个另外一种方式,就是所谓的传递引述的方式,你只要写一段,其他如果要用的话,可以用那个call,这个关键字,然后告诉他说,筛选,传递给他引述就可以,那怎么做修改, 这个的话因为,其实第一个当然,我们按右键,指定聚集,编辑一下,其实如果说你要,变成那个,给大家一起,那你第一个当然先做好一个,那你先确认哪些是会变动的,比如说请输入什么,后面这个,那我们将来的话呢,就直接拿, 我直接来,来这边看一下,因为这个有些名称我干脆都用一样的,会比较统一,那这边的话呢,我就把那个名称改一下,叫做筛选,所以后面业务拿掉,然后呢,后面加上两个引述,一个引述叫蓝述,一个引述叫蓝述,那我怎么怎么加,这边主要一,把这个,按shift键,假设你这个已经做好了, Ctrl,然后把它放在上面好了,贴上,然后这个名称的话,我叫做筛选,那特别注意,因为你这个要变成,被人家呼叫的,所以你要在后面,刮户后面加引述,那引述的话,我就是加一个什么,蓝名,蓝名, 那这个名称是自己,自己取的蓝,你不见得一定要叫这个,你也可以打个英文,没关系,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,打错了,蓝,应该是这个蓝,然后,这个是蓝数, 然后,当然哦,你,不过在我云端上面多了一个什么,s什么,strim,这个不打没关系,打更好,为什么,因为哦,你可以让使用者知道说,哎,你要传过来的是一个字串哦,OK,那蓝数的话,你可以s什么呢,integer,这个不打也没关系, 但是我想打更好,为什么,因为user就知道说,这个一定要是放一个什么,放一个数字,那可是问题他传给你的,你要怎么改,这个业务姓名,你可以把,把这个地方哦,把它,双引号双引号,移到中间,and,and,移到中间,这边的话呢,放什么呢,放这个蓝名,所以你把这个蓝名,直接, 我习惯是拉过来就好,按Ctrl键,拉到这个and的中间,哦,啊,串在中间就对了,那这个蓝数的话呢,就是直接也是一样,把这个三也没有,直接 盖掉这个,这个,那因为哦,他丢过来的会是一个,integer,所以刚好一个数字嘛,哦,那这个是一个字串,丢过来刚好,请输入什么东西,对,那如果说呢,哎,以后业务要用的话,那就直接很简单嘛, 啊,假设好,这个筛选业务啊,那,其实我就不用写这么多了,我就直接写,这边都可以删掉,留下头尾,那将来做什么呢,call,打一个call哦,OK,call,然后筛选,所以这边的话呢,你就是call,然后把这个筛选,因为他那个,副城市的名称叫筛选,刮壶,哎,有没有发现,这边会出现吗,蓝名, s string,那如果说你没有加那个s string的话,他就不会出s string啊,啊,可是这样会让user,到底我要给你什么呢,那就要猜,即便自己写的,有时候也会忘记,所以哦,最好是加一个啦,啊,这样会比较...